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大家身体健康之后新年进步 我们又开始讲回我们的话题 今天我们又讲讲 每一年新年医治都是计划的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又请了Alpha上来 Alpha也是一位老师教过很多学生 我们又想讲回一个题目 他就说学生的学习态度是千变万化的 其实在他的教学里面 他看到很多同学不同的同学 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一些不同的态度 有不同的学习能力 我们在这里就想和Alpha谈谈 在你的经验里面 你刚才形容学生的学习态度是千变万化的 那怎么千变万化呢 千变万化其实是他们 可能小时候的一些比较直接的反应 例如我不喜欢做功课 我不喜欢温习这种情况 再大一点 譬如去到五六年班开始 想想想想 甚至是说谈谎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直接 其实他们的前台词就是不想做功课 不想做的东西 他们不想 那我们怎样可以令到他们 一定要交的 是 没错 那怎样令到他 乐于学习呢 其实我们也要明白一下 那次的反应 就是他们每一次的反应都很不同 我们会很具体的想想 了解他们那次具体的 为什么不肯做 我记得试过有一次有学生就告诉我 就是我最初认识他们 就是我最初教他们 就不是很了解他们的处境 原来他每一天除了上学之后 就立刻去补习社 然后补到九十点才回到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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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觉得也很累 是 日日如是 日日如是 然后星期日还要见我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不想 但是他又没有将他们不想 这个意见和心情 告诉父母听 以至到他们周而复始 就是一见到我 其实一想起我 就想起星期日也要做事 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是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那些小朋友也很辛苦 现在那些小朋友 小学的就说他们已经早上很早要上学 那些校车六点九个小时左右 就已经接小朋友上学了 放了学之后 现在全日制三点多才放学 然后就真的拿着书包 跑去那些补习班 补习班 补习社那些 一直到六点钟 然后才完结的 有些要吃晚饭才回去 那些小朋友真的很疲劳过渡 是不是十二个小时 其实真的很影响他们的学习态度 但是为什么 比如说老师那方面 或者补习社 或者小朋友来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个小时 都坐在这儿 要他们读书的呢 那真的很累 那有没有时间休息的呢 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们大部分正如刚才所说 他们可能是六点钟要起床 如果是晚上补习 或者要做功课做得很晚 其实是很累的 那些父母也有些期望 所以除了刚才我提及要补习之外 星期六游泳 或者是弹琴已经不是基本事了 是小提琴 甚至一些社交舞 令他们很疲于奔命 可能家长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望子成龙 是 一定是 所以希望这些子女有竞争能力 反过来第二种处境就是 父母小时候得不到这些学习机会 所以投射了 我用这个字 投射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放在他们的子女里面 所以这件事是很坦白很老实说 小孩子的反应 不少是父母在小时 他们在一张白纸的时间 怎样去投射 怎样教导他们去想或反应 是 其实我也很知道的 因为有时我们跟家长聊天 他都说 是 本来我没有想让他去学那么多东西 但不是 旁边的同学 他又学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么多东西 如果我的儿子不学两三样 那未来会不会不够别人来呢 父母是有这个担心 所以无形中 初初是很坚决的 我有个亲戚也是 他自己本身都是教书的 他都说 小朋友是不应该这样去学习的 除了他的兴趣 但当他看到不是 旁边的一层大文 又会游泳又会画画 又会弹小题琴 一会儿旁边的陈小敏 他还要学习加多一样跳舞 现在男生也跳舞了 社交舞 你现在看到社交舞 哇 跳得很漂亮 很专业 是的 他们有很多压力在一起 又要应付学校的功课 我觉得有时是否真是过分了呢 令到小朋友真是疲于殡灵 天天一至七都是拿着东西 拿着重失苦的上班 上班现在都说五天了 有些上班 现在还要说争取最高工事 是的 没错 小朋友的最高工事是父母定的 那怎样呢 其实你身为老师 其实你又怎样看呢 其实适量的课学活动是好的 是帮助到他们整个学习的情况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 就是我常常都强调一样东西 就是低年班 譬如一年班至三年班 给他们学者都会比较开心一些 会比较好一些 当然去到四年班 就是紧张一些了 要五年班成分事 但是你想想想很多家长自己都觉得 可能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都是疲于不命 超时都有怨言 为什么他们在自己工作崗位有怨言的时间呢 他们将这个恶性循环 放在他们的子女上 其实他们的子女都是人 其实他们的子女都会有同样的怨言 所以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父母要我做这件事 做那件事 不如不做了 无论他是有保俠先生 没有保俠先生 或者是父母直接教的 都会用这种武器和父母的对抗 是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的小朋友 他们学习的时候 他们就好像觉得 唉 我考第一 是希望拿到某些东西 因为有些家长会过 你今次拿到九十分 我又会奖什么给你 你考到第一 我又跟你去日本 那不是第一 第一例我要这么说 譬如说 可能是十名内 或者十五名内 我就跟你去日本迪士尼亚玩 如果你考跌过这些数目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那些小朋友好像 对不起 那些小朋友好像觉得 就是 咦 我读书 或者成绩好 我是得到某一样的东西 那变成他好像 他的学习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那份礼物 其实这个态度 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家长其实 物质上香港都很丰富 是比世界各地的 平均来说 一个成绩的国家 但是家长是因为太忙了 没有时间 唯有用一些物质的奖品 我听过一个 与别不同的例子 就是 那个妈妈就是我太太的徒师 那儿子明年他也结婚了 但是他小时候跟妈妈说 你不要奖励我 我情愿考低分点 你不要奖励我 其实这个反映的东西就是 你不要不要奖励 压力很大 我情愿不要奖励 你不要逼我考得高分 其实真的很可怜 因为我们经常 我们开学校回去见家长 那些老师经常跟我们说 因材施教 他的能力是去到70分 你鼓励他去到75分 其实这些我们家长是真的知道的 老老实实 你说你不知道自己 子女的能力去到哪 这个是骗人的 或多或少 他读到有去到小学4、3、4年班 其实你都可以 掌握得到 他究竟是读书很容易吸收 还是难吸收那种 但是很多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父母永远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什么都是假的 其实他是烂的 他努力点、专心点 他是可以的 他经常都觉得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 那是否令到小朋友 因为他妈妈觉得他可以的 比如说你在教学那里 你觉得 其实如果一个小朋友 他的能力是真的做不到的 但是父母认为他可以的 因为其实我有个朋友都是这样 他经常都觉得他的儿子可以的 考不到是因为他不幸 那个不知道做什么 那时候 可能考试的时候突然之间不舒服 他根本不是的 一向他都很努力 其实这些小朋友 你又怎么帮他呢 身为老师方面 其实如果从老师 我的角色就是 要令到他 小孩子不要觉得 不被鼓励 就是令到他们 一定是要 有希望的 有信心的 因为其实打击的信心 是很难救的 是吗 是的 我都知道的 大人都是而已 人总是希望你鼓励他 是吗 如果你打沉了他 他真的不会再 很难令他有个朝气 我想有一件事 就是除了父母 或者小朋友的关键地方 其实我对于香港 现在有个教制度的表达 我用不满意这个字 是吗 我是名校出身的 名校的小学 入学的规定就是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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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变成一种 垄断了 名校 变成了 是 垄断了 某个阶层 或者是 某个人 所以那个竞争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 我曾经有 提出这件事 就是说 其实 其实 入小学 有哥哥姐姐入学 或者是 爸爸妈妈是校友 是没有优先权的 那个分数 或者是 特殊是 宗教信仰是有的 因为早前 我认为 看新闻 就是 假设是 假设是 是 信教 故意去领洗 我觉得是 要画一样东西 就是 没有特殊的优待 没有特殊的东西 变成了 那个 公平度 会提升 家长就不会是 那么 那么辛苦地 好像做生意那样 去推自己的儿子 到极限 不过我觉得 无可厚非 一样东西 就是 家长希望 小朋友 进入那间学校 他们有信心 还有 兄弟姐妹 一起读书 他们觉得 互相照应 是 所以很多家长都希望 譬如 大那个在 小那个都希望 都在我家学校 接送又方便 可以这么说 校服 大个穿的 可以小的 跟着穿的 书本 又可以 你知道 现在的书本很贵 是吧 其实 其实这个构思出来 我又不抹杀 他那个 完全不好的可能性 只是不过 我觉得 是要个别 小朋友的能力去看 其实 有时我都跟奸养聊天 一般来说 他们不是因为 学校的成绩 很出类不遂 当然这个 都是大家很谦慕的 只是不过 学习环境 是 你明白吗 学习环境 是令到小朋友 有一种很正确的 学习态度 他会 譬如前校的同学 都是读书的 他就会很自自然的 他就会 气氛令到他 都会拿起本书去看 如果全个气氛 都是 一放了学 就拔了一条胎 冲去打机 或者去一些 不知道什么地方 饭餐店 喝东西 他很可能的气氛 又会带到他小朋友 去到那里 所以家长 我觉得他心仪的学校 不是他一定是 每年进几多个去 Hong Kong UCU 科大其他 领南大学 或者城市大学 或者去PoLi 他不是这么想的 他是想他的气氛 等于刚才你说的 学习的态度 长期影响到小朋友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我们可以在下一集 再谈 因为这次我们分了两集 第一集我们就在这里完结 我们是下周五 我们再见 拜拜 多谢Ava 多谢Av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